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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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你好 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這是一部合作影片 最近接到一款由Pride for Slot開發 505 Games於11月16日發行的 農場模擬探索類型遊戲 505 Games大家應該不陌生 本頻道第一支影片 傳送門騎士Protonight 還有先前的邪舟之城、死亡擱陷 幽影行者和控制 還有Payday, Brothers, A Tale of Two Son, Indivisible 也都是他們家代理的遊戲 505 Games的遊戲我算是玩了有一些了 提到Pride for Slot大家可能有點陌生 他們上一支作品 在遠方追雲者編年史是在2017年發售 主打的也是輕鬆探索休閒類型的工藝建造開放世界 擁有超過2500篇的82%極度好評 那這次的遊戲叫做成長物語永恆樹之歌 成長著上一款遊戲的經驗也是類似類型的作品 故事發生在很久很久以前 永恆樹上的枝芽 承載著阿萊瑞亞中的許多世界 無數的家園和無限的可能 就在樹枝上漸漸延伸 原本居民們要在這個家園中繁衍生息 在樹蔭下平靜的過生活 你扮演的是一名世界塑果僅存的 實習煉金術師 那這個世界的煉金術師和我們理解的不太一樣 沒有辦法憑空煉成武器或是把人和狗煉在一起 他們是利用塑造歌曲來達成煉金的效果 同時成為工匠、建築師和工業巨頭 讓他們的村莊漸漸發展成城市 好景不長 黑暗纏繞著世界樹的心臟 失去的聲音混入了煉金術師的麥奧拉之歌 在最後黎明之日 歌聲發生碎裂 凋零卻扎根了 永恆之樹被神秘的凋零侵襲 壓倒了永恆樹 偉大的城市就這樣崩塌 人們流離失所 香氣逃到了宇宙的另外一端 此時有一名年輕又勇敢的 永恆之心煉金術師留了下來 想要靠一己之力驅逐凋零 恢復往日的榮光 嘿吶 那個年輕又勇敢的人就是你啦 你要負責修復永恆之樹 畫面上看到這些紫色藤蔓就是凋零 雖然也是最後一個煉金術師 但是依舊是實習生 有兩個幾乎什麼都懂的人可以協助你 一個是永遠躺在架子上面的奇叔奶奶 另外一個是一直坐在爐子上面的儀器爺爺 一開始會需要先設定好自己的造型 包含身材體型、膚色、容貌、配飾、眼睛顏色 髮型、面部毛髮和聲音都可以設定 性別方面除了男生和女生以外 也有性別友好的設定 奇叔奶奶表示 世界種子是他們努力出來的結晶 至於是什麼結晶 反正就奶奶跟爺爺努力出來的 小孩子不要問那麼多 永恆樹上面會孕育的迷你花園 只要你用心呵護 世界就會綻放 並且創造種子 產生麥奧拉散布在宇宙之中 麥奧拉是自然的基石 所有的東西都是由它構成 就是能夠創造萬物的種子 那基本的世界觀就是這樣 我幫大家簡單輪一下 原本永恆樹上面有很多世界 因為一些原因永恆樹凋零了 大家都跑走了 跑到宇宙的另外一端 哇這個世界很厲害 有很多不同的練金術士工會 什麼都可以練 甚至爺爺奶奶都是練出來的 那你是其中一個練金術士工會的實習生 最後一個人 那很顯然你在報名參加 練金術士工會的時候 你並不知道你要拯救世界 也不知道業務量這麼大 你甚至不知道在你加入之前 這整個產業都沒有了 現在你的責任就很重大 就是要好好的培育永恆之術 那雖然說依然是拯救世界的主題 但是這款非常的休閒 沒有什麼妖魔鬼鬼 或是讓你死亡的危險 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每天去嬌嬌花 把把草 想辦法照顧這棵永恆之術 讓世界回歸繁榮 在練金小屋中取得基本的工具之後 就可以往外面出發 在一開始可以看到 有許多的場景都已經被凋零給覆蓋 同時會遇見一個同樣被凋零佔據 棲息地的神秘生物大鞍 那一開始你就需要騎著大鞍 到世界樹的枝芽去種植世界種子 種植下去後就會有一個小花園 在上面你需要用你拿到的基本工具 來開墾這片土地 看到一些被石頭、木塊擋住的地方 就拿錘子敲掉 看到有雜草就用手拔 或是用鐮刀清除 那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剛生出來的這個世界 馬上就有人造的木頭 不過清除這些雜物、種植新的種子 並且澆花、除草、敲石頭 好好照料這個花園 是你每天的工作 隨著你辛苦的耕耘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這片花園還會漸漸長大 每天都會有新的區塊長出來 畢竟是世界樹嘛 長得比別人快 也是合心合理 快到你昨天灑下去的種子 今天就長出樹枝來 再隔一天來 滿有機會會變成大樹 在樹上樹邊可以感受到 鳥與花香還有各種蟲和生物 身為愛護自然的你 為了要重返世界樹的榮耀 把你種植的樹砍光取得木頭 把蟲抓回去提煉成各式各樣的素材 也是很合理的 畢竟昨天種的種子 今天就長成樹 它們的生命週期就是如此快速 生老病死本來就是生命的循環 永恆之樹都受到凋零的侵蝕了 我們就跳過老跟病 讓邁奧拉的能量 直接進入重複生與死的迴圈 當然 除了有蟲和魚以外 也會有一些可愛的小動物 這些生物是沒有辦法攻擊或是捕獲的 畢竟是個煉金術士 看體系應該也是打不移 就只能靠安撫它們來增加親密度 之後還可以抓回家尋養 現在是想要抱抱還是想要摸摸 在靠近它們的時候 可以透過圖示來瞭解它們的想法 在世界樹字上面所取得的所有物品 都可以在家裡找遺棄爺爺 用煉金術提煉取得素材 提煉出來的東西很有趣 像是溫暖、潮濕、可愛、舒服、發臭 沒有在開黃槍真的就是這些 你要用這些元素來建造你的家園 先講 這遊戲是有主線任務的 要清除這些輕食的藤蔓 它佔據了整大片的平原和草原 你可以在有限的位置裡面 建造一些建築、居住用的民房 用的就是剛剛那些素材 像是圖書館就要用到10個夢幻 和5個發臭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圖書館會發臭 可是它設計的好像都還蠻合理的 像是花店會需要茂盛跟發臭 咖啡廳則是會需要苦跟安寧 就它的材料感覺是蠻有邏輯的 很容易聯想的到 那隨著你的建築越來越多 社區會越來越熱鬧 每天都會有一些人想要搬到你的城市中 就把它們想像成現在這邊 在做都市計畫 原本是荒涼的平原 自然沒有什麼人 現在這邊有宿舍、有旅館 甚至還有豪宅可以住 咖啡廳、理髮廳、雜貨店 一應俱全 不但接近大自然 同時生活機能方便 想要來住在這邊的人 肯定是絡繹不絕 那一開始進來的居民 基本上都可以照單全收 但是後來來的居民 就可以考慮到他們的能力值和向性 那每個人都會有 食物、創意、服務、健康和生產5種素質 也有自己夢想中的理想工作 由於每天都會有人過來 我會先挑工作適合的 然後再去考慮他們的素質高不高 畢竟你現在生活在一顆很神秘的生命之樹上 在花圃中 伐木、拔草 有時候會拔出眼鏡和褲子之類的道具 把這些東西送給你的居民 有的會提升他們的能力 那能力越好、建築越多 工作需求都有顧到 每天睡醒的時候 他們會幫你賺到賣奧拉的能量 在故事的邏輯上 世界萬物都是賣奧拉構成的 它是這個自然世界萬物的基石 而在遊戲的邏輯上 賣奧拉就是這個世界的錢 要說世界萬物都是它構成的 就現在的社會來說也不算錯 那簡單講 遊戲就分為兩大區塊 一塊是你去永恆樹上面開墾土地 照顧花園 讓整棵樹綠意盎然 欣欣向榮 是一種在外面上班的概念 那另外一種則是在平原、草原上面蓋建築 完成居民的需求 達成該區塊的條件 並且找出歌謠碎片恢復永恆樹 建造更大片的社區 是一種在家上班的概念 又跟我有點像 就是每天起床就上班 下班就睡覺 成長物語在PC、XBOX、PS、Nintendo Switch上面 都可以玩得到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一款 可能更推薦使用Switch的玩家 成長物語會比較偏向休閒類型的農場經營 而不是像一些生存工藝遊戲一樣 有活下去的壓力 閒瞎之餘拿起來玩 不論是想要去拓展新的花園 還是見到自己的社區都可以 可愛的畫風、輕鬆的玩法 再加上由作曲家 Kevin Panking協助配樂 先前2018年在TGA年度遊戲大賞 打敗了要塞英雄 絕地求生的Florence 就是他配的樂 紀念碑谷和動畫 來自聲韻的音樂 也是他的作品 是一款強調沉浸感 和休閒步調的經營類遊戲 對我來說 整個遊戲最大的缺點是 他在蓋家的時候 滿自由 不是一格一格的那種 只要沒有東西擋住 也在限制數量之內都可以蓋 還可以為建築 改壁紙、屋頂和花圃等各種配件 但是也因為沒有一格一格 對一些比較龜毛的人來說 那個屋子跟屋子之間沒有對齊 就有種說不出來的難過 總之成長物語 有主線和各種支線任務 在家的平原區 有些洞穴還有解謎可以玩 可以拓展花圃 也可以蓋民營社區 自己的市長自己當 還可以跟居民交流 一起生活在阿萊瑞亞的世界 那如果對這款遊戲有興趣的 或是覺得女朋友的時間 好像有點太多 很黏人的 這款農場經營類型的遊戲 就很適合入手 另外發行商505GAMS 和開發商Pridefall Slot 以及國際植樹級的基金會 合作植樹計畫 每解鎖一次里程碑 都會種植更多的樹木 有興趣的話 也是可以加個願望清單 那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 有興趣 大家很高興 有興趣 有興趣 感谢观看